字幕志愿者继续 字幕志愿者 观众 字幕志愿者 观众 字幕志愿者 观众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今年暑假一班石屎森林长大的香港小朋友 远赴马来西亚勇厂沙巴热带雨林区 自然作第一次深入体验 龙中鸟是阿迪收养的宠物 他们时时一起玩 年纪小小 阿迪已经很感受到 住在城市那种局促 自认对大自然所知有限 在这个城市那些人很少会看到花草树木 看出窗口看到很多房屋 没什么大自然的感觉 很难上来 又给你拍一下 你要出声的 喵 喵 喵 油很喜欢小动物 但是居住环境 不允许它养猫养狗 唯有寄情接子公仔 我喜欢猫 爹地说养真猫 怕它很骯髒 又要带它去逛街 没有时间这样做 我养不到真猫 就自己接紫猫玩 对大自然一草一木 阿凤都充满好奇 有空就埋头埋脑看动植物图书 对于自己 连老鼠都没见过 觉得很遗憾 我觉得我自己认识的动植物不够 我平时看这些动植物 都是在书本或者电视里学到 我想去自己亲眼看看 然后我去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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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怕啊 阿姬九岁 很少有机会去郊外 何时去过都不记得了 这次来新旅行 阿姬表现得很害怕 很不习惯 我对于大自然的知识 我们大自然是妈妈告诉我 她告诉我 大自然的空气是很清新的 小朋友在城市长大 生活环境令到他们太习惯 坐车代步和凉冷气 以至距离大自然 越来越远 我都要看啊 夏明 人家拍着你打机 乞丐 为什么不出去玩 我不喜欢出去玩 怕什么 怕热 不是怕热 不喜欢 不喜欢热 不喜欢热 不如又出来旅行 好热 你又好热吗 而且这么小 我拍晒 我拍晒 你拿一楼 你拿齊了吗 不知道 不知道吗 没准 两个嘛 我呢 没有 三副 三副 没人知道你已经戴长副了 因为那里有很多蚊 蚊虫 很少 你要看 是 不错 因为那里有很多蚊 但是那里有很多蚊 对 我一切都会有很多蚊 在哪里有很多蚊 那里有很多蚊 認識熱帶雨淋,實行體驗大自然生活 因為氣候關係,熱帶雨淋又濕又熱 動植物生長特別快 而且種類繁多 昆蟲繁殖厲害 原來世界上七成的昆蟲 都住在雨淋區 我看到雨淋在想像中 這種鱷魚,屬於婆羅洲品種 是會食人的 可以生長到二、三十尺 這麼長 起床 樣子可不得人害怕? 不得人害怕,那裡有隻鴨 黃亭芝呢,樣子可不得人害怕? 覺得很噁心 很噁心 你怕不怕? 牠的眼睛突出來了 好像想罵 牠的眼睛 牠的眼睛 很噁心 走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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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員 我第一次去呢 害怕死死下 害怕走一步也要跟著媽媽 走不走 走不走 趴走 走不走 好w 走不走 這不怕 媽媽,沒有 在前面 我以為那些人員呢 懂得玩、懂得食 原來,一個媽媽抱著那個BB 好像人類似的 剛剛出生的寶寶,抱著很緊,我現在才知道 讓她自由自在,走來走去 但如果她在動靜的公園,有個龍蚊照片不太好 不過我不想她走過來我那裡 我覺得她們很厲害,在這裡睡著睡著都不跌 看到我們很多人在下面走著走著,定了在這裡擺姿勢給我們拍照 我們睡不到,因為我們的手臂沒有那麼大力 所以我很羨慕他們可以在這裡跳一下跳一下 那怕不怕? 對於呢,我跟她跳過來 認識了他們的羊毛,他們的生活狀態 他們的生活習慣跟人很大分別 人是一天吃三餐的,那些婆羅洲星星是一天吃一餐 很多小朋友就說,那些星星會捉人捉了去 如果說捉了你去好不好? 好,當然好 有甚麼好? 因為不用讀書,又可以爬樹 城市人在原始環境裡面未必一下子可以習慣 外子深切,家長就連蚊帕膏都帶了 我今次親眼見到那些星星之後,看法是不同的 我以為那些星星多數都是四肢健全的 今次看到一隻揹著一隻左手的星星 而且發覺他們在那裡搶 搶食 不顧你,不顧其他人 總之吃就算了 星星,如果牠捉了我就不怕了 牠對我又好,牠才捉我的 那變了泰山會怎樣? 泰山會怎樣? 泰山會怎樣? 很開心 不是呀,森林裡面有很多昆蟲 我們不怕嗎? 茶尖案化妝吧 有很多昆蟲 俗青神山的中國寡虎山海拔一萬二千尺 山腳是熱帶雨淋 山腰開始變成高山寒帶雲霧森林 動植物品種非常豐富 而且過半數是神山獨幼的 幾個小朋友由山腰六千尺出發 起初,個個步腳輕鬆 哎呀,走得不要 咦,看看那裡 我一路走上山的時候很開心 打算看看山頂 看來的風景是怎樣的 飛空氣很清新 但又少了一些小鳥聲 我一路走上山呢 可以看到很多 在香港沒什麼看到的植物和昆蟲 我覺得又增加了一些知識 我一路走上山呢 可以看到很多 在香港沒什麼見到的植物和昆蟲 我覺得又增加了一些知識 我覺得又增加了一些知識 都是老鼠洞來的 我怕又會有老鼠跳出來 怕無緣無故在森蟲那裡 釘著一隻蜘蛛或者那些雲蟲 我才會害怕 每次發現到很新奇的動植物 我就覺得很開心 然後立即開了一部相機來拍照 阿楓一路走一路掛著拍照 見到新奇品種 未看清楚就這麼快門 他說拍照留念很重要 這隻蛇 那隻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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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到蛇蟲鼠蟻 那蟲於衷 他媽媽反而一路走一路害怕 阿楓見媽媽 看到蛇仔都嚇一跳 就更加神奇了 為甚麼你有害怕的樣子 第一次 有沒有 死了 你害怕 死了嗎 還沒死過 有沒有昆蟲在那邊 沒有 借對手出來 給我看 等一下到我了 阿楓和阿滴 兩個比較大膽的小朋友 都不敢用手 直接摸野生植物 要戴著手套 不要練那麼大力 這個就是爛的 天然環保藏肉 我的手 不要害怕 沒事的 你不怕 我害怕 阿滋就更加害怕 他們說 一來怕有毒 二來怕肉酸 這些是高腳青苔 你不怕 如果是五千尺 它就高到很高 小腿 很重 整 五 長腳 六尺 很長 接觸得多 習慣性不自然 小朋友 終於都肯脫下手套 插著你 青苔 也有三種 豬和草 有部分葉 是會變形 生長成有蓋的糊 以顏色和氣味 吸引昆蟲爬進去 湖裏邊的黏液 就會將昆蟲消化 小朋友 對豬籠草 非常有興趣 公民附近有些豬籠草 大到撞得下雞 阿風幾個就四處去找 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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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不想 可以見到妹妹 不見到妹妹 不想再繼續走 看不到就不想 不想 為甚麼你們不想上去 不想 為甚麼 有光有盛絕 太熱身了 好冷 好冷 你也想 走了三個小時 本來興致勃勃的小朋友 都後勁不計 在7500呎這個站 宣佈放棄 全部二十個小朋友裏邊 只有四五個 成功上到9000呎高峰 游游是其中一個 多少呎 9000是不是 8600 多少 8600 辛苦嗎 辛苦嗎 辛苦 不辛苦 甚麼支持 你走到上去 我想走到 如果不走 就走到第三層 應該可以停 既然走到第四級 免得那麼失望 又下來 那就繼續上去 有甚麼看 上高 上高可以看到雲 還有看到一個客人 還有一間小屋 可以在上面山 看到下來 我覺得很大 很大 這晚他們就在6000呎高山上的鋁舍道宿 屋內屋外遍佈飛鵝 晚間氣溫 由早上的攝氏20度 跌至只有13、14度 有否試過在山上居住 沒有 覺得怎樣 刺激 很多 等我 那你覺得怎樣 經常到處飛 很害怕 很開心 沒試過 很喜歡 又有這麼多動物 陪我 好 好 有 浮濕的世界 亦是月代雨林的一個典型姿態 走釣拳很好玩 可以在這麼高滑下去 踏下很多樹 終於可以見到這麼高和這麼寬的樹 很罕有 因為在香港未見過這麼高的樹 親眼見到覺得很開心 好可怕 好可怕 為了嗎? 為了嗎? 為了一點 手拖手 跟我想像之差不多 樹都很大棵 還有葉子遮蓋了天空 感覺如何? 感覺到樹很窄 我覺得樹很小 好可怕 好可怕 二大雨林五日旅程行色匆匆 小朋友第一次接觸原始自然環境 雖然看到馬學 但對城市長大的人來說 始終是一次寶貴的經驗 始終是一次寶貴的經驗 對城市長大自然的生活 我 不知道會否適應 看看怎樣 我就是 改變了 我在家裡 一隻矮都怕 那我媽媽就說 一隻矮都怕 你將來長大 那你什麼都怕 因為我這次嘗試了 那是沒有事 那我現在就這樣 我們去看那些小小步驅 是沒有籠困著它 直接要這樣 很近來看它 都會有些感覺 因為 你去到沙巴 多處 你的感覺 是很自然 有沒有學會怎樣在大自然裡生活 沒有 沒有 因為很難學會 大自然裡 要自己生活 又沒有衣服 要自己建屋 以前經常想 如果在深山野野裡住就好 不用上學 什麼都不用做 現在就不是 在我那裡死活 我都想去 在那裡住 不過不行 不行 我們在香港生活 忽然在另一道生活 肯定不習慣 那你猜有什麼不習慣 一天吃一餐 那些 只吃生意不吃熟 那樣 還有全部吃完素 那樣 你自己喜不喜歡這種環境 很喜歡 不過 我是實驗不到 我實驗不到 我實驗不到 我愛 reflex 我愛 改革 在哪兒 我就想去 嘗試 碰